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为了要后置国防实力 陆军从去年开始就成立了联合兵种营 为了要早期的来做预警增加反应的时间 而现在呢 也要匾列将近7亿8千万元的预算 委托中科院在三年之内 来生产50套小型的无人机 而且也传出说呢 这款新型的无人机呢 是海巡署无人直升机的放大版 军事专家就表示了 说新型的无人机 虽然说呢 不会负责第一线的打击 不过呢 是可以将前线的情报 顺利的传回去 去年起成立的联合兵种营 号称一个营就能出去战斗 不仅有步兵炮兵装甲兵反装甲飞弹 还具备无人机的编制 但陆军原有的瑞渊无人机 已经在2017年9月移播给海军 如今陆军编列将近7亿8千万元预算 委托中科院生产50套无人机 2022年先获得14套 其余36套 2023年交货 这绝对是所谓的新成立的联兵营之下的 所谓的争收牌所使用的 并不负责地线的打击 他只是把所谓争收到的情报 或是资讯 传递给后端的远端打击活力 比如说火炮自首炮 或是多个火箭系统 现在也传出陆军无人机 是以海巡署的无人直升机性能 作为范本 要求飞行高度至少一千五百公尺 制空和续航要在六十分钟以上 征搜范围三十公里 不仅要有三十公斤的 酬载能力 还必须抗六级锋力 酬载量三十公斤 它其实不会很大 因为其实不管是蒸修球 还是说光学一些 其实它本身的重量就已经蛮重了 系统整合 其实中科院还做得还不错 把中科院原发的一些光学感测器 装在不管是商用无人机 还是说军用无人机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军方也指出 新型无人机能及时获取战场勤资 提供早期预警 增加反应时间 提升联兵营的反空降 和摊案监底的征搜能力 华氏新闻 新北报道